像北航、航空大、西北工大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他们既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思索高校 同时也是国防妻子的成员 在我国航空航天领域可以说是佼佼者 一个学校能够教你造火箭、造导弹、造航天器 你就光说这个技术活儿 那已经是相当硬核了 那与此相关的专业你觉得它会差吗 那肯定也是不错的 比如说飞行器啊 像包括机械类专业 对吧 自动化类专业 材料类专业 那这些专业的都是有很多的 而且根据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 历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作为工学的航空航天类专业 毕业半年以后的月收入 均要比其他的学科门来要稍微高一些 那这其实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叫做从专业到行业 当然学校越好呢 你所学的专业就业拓展性就越强 上面这些学校呢 还是很值得去选择的 其他像这种实力很强的布局直属高校 后续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介绍 我上学一边呢 更快乐的张雪峰老师 大家记得点赞 持续关注哦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 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 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 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 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 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我哦